哇,好吸引 這裡的梳化是這樣擺的 即是你坐在梳化看著別人煮菜 今天會帶大家來看一個 我都未看過的發展商 叫Countryside 這個物業叫Millfields 我們現在進去看 今天會看兩個showroom 兩個都是三房 首先進入第一個示範單位 左手邊的是客廳 對角給大家看看 放到一張L字型的梳化 廳的另一邊有一張Bay window 除了L字型梳化 還在這裡放了一張梳化 梳化 對面就放了一個電視櫃 我現在就站在Bay window 那個位置拍攝 這個Living room 大概至少有180至200尺 大門旁 這個是這一層的廁所 有窗的 這個廁所 其實真的都算很合理的 尺寸 不算太小了 帶大家進來這間屋的廚房 和Dining Room 哇 好吸引 這裡上面做了幾隻天窗 整間屋其實很光亮 我想就算不開燈 其實都是很光亮 大家可以看到空間感 是很闊落 這裡放一張六人餐桌 旁邊這裡還可以放一個 書桌 這個是Open Kitchen U字型的廚房設計 真的很吸引 這個單位 這間屋這麼光亮 其實跟French Door的大小 都很有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 以三房單位來說 這道門其實都很大道門 除了這兩隻門 其實左右兩邊都有窗 加起來 頂頭這三隻窗 其實很光亮 好了 廳這兩道門 打開了就是洗衣和乾衣機 放在這裡 好處就是 廚房的廚櫃 就不需要騰出一些空間 用來擺洗衣機 所以廚房的收納空間 就會多很多 接著上樓上看看 值得一提 這個發展商 它是包了全屋的地毯 地板 單位是只有兩層 即是上一層樓梯 就已經去完這間屋的三間房 以及所有廁所 廚房 廚房 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廁所 真的很型格 那些磚鋪的 浴缸設計 這裡做了一個凹位 就方便放東西了 高身的毛巾架 我的最愛 好了 廁所 旁邊這間 就是套房 來的 我們首先看看房間的大小 先看一看房間的大小 Kingsize bed 兩邊下床 後面擺到一個梳妝桌 現在 合理的尺寸 我不夠膽說 很大 但是呢 進來都是很舒服的 那發展商這裡做了一個小的衣櫃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主人房來講 就偏小了 但是如果以三房來講 合理 那看一下套廁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窗 廁所 高身毛巾架 即是好像都很standard的 這裡用料 有一個棋缸 不錯的 赤柱 繼續再看隔壁那間房 那這間房 當然會小一點 這裡就做了 一個衣櫃 嗯 這個應該是 Queen size bed 不是十分大的 那 放一張床 其實什麼都放不了 沒有了 這裡有一個 凹位 譬如擺一下 嗯 可以擺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是太大 好了 那最小的一間房 當然是單人床 如果擺雙人床 翻了門也關不了 那小朋友房 有個小櫃子 又是刻意 不會做一些很大的衣櫃 因為做了之後 房間就會顯得更小 又甚至毛是其實做不到的 因為房間其實真的不太大 那這間房就是 另一個寸脈空間 那這個單位就沒有Water tank 可能是三房的緣故 其實不需要 那我們就看第二個示範單位 這個就是第二個示範單位 進去看 好 進到門口 有少少調轉了 進來的左手邊是 廁所來的 應該就是 沒錯 有窗的廁所 有窗的廁所 洗手盆 做了一個鏡子 沒什麼特別 沒有浪費時間了 看看 留住室 看看有什麼分別 第一個分別 它就是沒有Bay window 沒有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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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 當然 會小一點 照例 對角看一看 它都很舒服 其實大小的 我自己覺得 除了Bay window 之外 不會差太遠 好 繼續看廚房 好 dining room 的位置 這個發展商 剛才跟那個 售樓堡的職員 聊 他們真的很proud 在這個 單位裏面 就是 起這些窗 這些天窗 他就問我 我現在住那裡有沒有 他真的很proud 這個Kitchen 就不是U字形 這個就是 有一個Island在中間 其實都很好用的 但是如果這樣擺的時候 就會看得到 兩個廳的分別 這裡的梳化是這樣擺的 就是說 你坐在梳化 就看著別人煮菜 看一看這邊 246都是六人餐桌 很闊落的 但是 分別 看看這 兩隻French door 就真的窄很多 但是不要緊 有天窗彌補回 這間房子 光線不足的問題 廚房旁 同樣是 有間房子 擺 洗衣機 乾衣機 都是樓梯底位置 善用空間 不要佔用了 廚房的儲物空間 上樓上看 轉彎的樓梯 我自己覺得 爲什麽第一級 好像大級 高一點 不要管了 上去看 轉彎樓梯 上 三間房 最右邊 一個企缸 的廁所 不是 是企缸加浴缸的廁所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好像很有氣派 通常是一些大一點的單位 才會有 企缸和浴缸 三房單位 比較少見 這邊 又是 廁所 企缸 這個就是兔廁的廁所 好 好 看看 又是 直身的 燃燃器 好 繼續 看看這間房 如果套房來說 我就給它不合格的分數 因為 天小 如果套房 因為擺完床 其實後面這個空間都是 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很夠位 去擺其他東西了 真是純粹睡覺 換衣 的地方 繼續看 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這邊 做了個衣� OK的 Size OK的 這間房 這邊 下床位 那邊下床位 三邊下床 正常到不得之了的設計 這邊 單人房 書房 都可以 看你幾多人住 真的沒有多餘空間 真的沒有多餘空間 剛剛好 全部 最後 看完樓梯 旁邊這個 住室的空間 房間就是這麼多了 發展商呢 是名牌發展商來的 我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看 比較有驚喜 就是他 聽的這些天窗 那 但是呢 有問題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日子久了 手工不好 又會多處地方 容易漏水 這個真的有辣 又不辣 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看看樓盤四周圍的環境 這個售樓局 樓盤 對面就是一些舊樓來的 屋苑 的外觀 他就 還在發展中 這個屋苑 你說說 屋苑的環境呢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最主要 就是 賣那個發展商 就是名牌發展商 還有他們的 賣樓 就是他們 建樓的質素 屋苑 中間 有些綠化的地方 那邊 正在建 這邊正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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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再見